大家好,我是虫虫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这期视频呢 只要想讲一讲这个孙色主攻的这个忠诚 应该怎么样选项,怎么样去打 因为就是孙色主攻吧 虽然现在并不在那个 所定的主攻选项框里边 但是呢,买孙色的人也不少 而且呢,无论是在online路人呢 还是熟人局,就是孙色出现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 就是打孙色局 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能 忠诚吧,不是很懂得装身份 也不会去掩饰自己 所以就是打起来有点小小的坑爹吧 有的时候呢,挺好的一个姜面也会被打崩 我做这期视频呢 上一期是讲反贼的 讲这个孙色局反贼应该怎么打 这期我就想讲讲忠诚啊 这一期呢,只要想讲这个无将 因为孙色本身是个无果的主攻嘛 我这期就只要想讲无果的将军跟他的配合吧 下一期呢,再讲一讲其他的这个武将 比如说灯爱呀,巡御呀,还有这个国家呀 袁绍之类的跟孙色的配合 在说这个忠诚选扬之前呢 还想简单唠叨几句孙策 孙策呢,他这技能啊 我们看他觉醒技是魂姿 也就是说他在觉醒之后 可以每轮抓三张牌 并且呢,他可以通过自己的阴魂来拉牌叉 可以选择让一个敌人裸奔 或者是给队友补牌 也就是说呢 孙策他作为主攻来说 他觉醒以后是一个四血的武将啊 是非常强势的,四血的武将每人抓三张牌 再根据自己这个掉的血量呢 去选择阴魂队友或者是阴魂这个敌方 然后他还有一个主攻技就是支霸 这个主攻技 和所有已经出的主攻技的技能啊 比起来呢,他这个支霸的技能呢 如果场上有无国的忠诚 或者说有无国的反贼的话 这个支霸技能发动频率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而且这个支霸技能呢 也是一个拉牌差的技能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这个觉醒技啊 红姿 也就是说孙策他是需要在自己一血的时候才能觉醒的 作为玩孙策的主攻网 作为玩孙策主攻的这个玩家呢 你要有意识的去寻求觉醒 在适当的时候去觉醒啊 要不然的话你觉得孙策就是个白板啊 没有,就是说你一个是卖忠诚 再一个你没有这个觉醒技的话 孙策偏白板不是很强的 单靠这个激昂技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孙策的这个 因为他是本身是个无国的嘛 无国的主攻 我们看一看这个无将跟孙策的一些配合 这一期呢我就想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这个无国的武将 适合给孙策当忠诚的 而且想说说这个忠诚是怎么打比较好 咱们先从标峰开始看啊 呃我们看这个标峰里边吧 呃这个这个孙策 无国的武将的特点啊 普遍的这个特点就是可以拉牌差 有多扎牌的技能 并且这个技能比较稳定啊 以孙策和周一为代表的 孙策呢他这个是每轮抓两张牌 但是呢他有一个制衡的技能 也就是说他可以把这轮不太想用掉的牌 没有用的牌通过制衡呢来换一下 看看能不能寻求抓到更好的牌 这就是一个变相拉牌差的技能 然后是我们大肚肚周瑜 周瑜是每轮稳定的抓三张牌 嗯这是他的英姿啊 而且就是周瑜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技能就是反剑 也就是说反剑的技能 他这个可以无距离的对对方造成伤害啊 可以比如说就是在孙策需要觉醒的时候 周瑜没有距离 他可以通过反剑来那个让主攻掉一些啊 寻求觉醒 嗯还有这个大桥呢 大桥是没有多张牌的技能 但是大桥可以流离啊 关键的时候可以通过流离来来送主攻觉醒 嗯这个陆神将呢 陆神将我们可以看是这样的 就是陆神将呢 大家觉得他这个武将稍微坑跌一点吧 嗯是因为他连营了这个技能 他往往不能进行连营 手里总会卡一张闪 因为大家都知道陆迅会连营 没有人会闲着道疼的啊 去打陆迅 你把他那张闪给用掉了 陆迅正好连营了 所以呢 他往往会卡一个闪 在陆迅三写的时候 或者在陆迅只剩一张牌的时候 他是不是很嘲讽的 没人会愿意送他连营 那么当孙策这个主攻击支霸出现的时候 陆迅呢 是可以把这张牌通过支霸用掉的 把他卡连营那张牌 也就是说 他可以保证自己的回合 至少可以当一个周瑜来用啊 就是来英姿扎三张牌 除了他扎两张手牌以外 他支霸送主攻一张牌 并且多摸一张牌通过这个来拉牌插 来寻求自己的小爆发 还有一个就是陆迅连营的时候 往往一些南蛮入侵啊 万箭齐发 五股风灯 这种AOE 这种 这种牌 他是必须要无脑放的 因为他不放 他就没法连营 他卡在手里了 这时候这些牌 陆迅可以根据形式来放 比如说孙策主攻是根本不怕AOE的啊 就是在他没觉醒之前 那么陆迅就可以放了 全场都受伤害 或者是通过 看场上的情况吧 通过支霸 把这个AOE也好 还是五股也好 把这些牌来送给孙策 让孙策决定是否继续放 所以就是陆神将呢 在孙策局 无论当中当反 发挥都是不错的 都比他在别的主攻局 发挥要好很多 无果呢 还有这个奶妈孙上香 孙上香 孙上香的这个特点啊 就是 他通过自己的肖机呢 他是可以来多刷牌的 通过换装备来来刷牌 也就是说孙上香 他相对来说 会比一般的武将呢 有这个多余的牌来进行制霸 并且呢 他这个 这个可以睡觉嘛 可以进行这个结音的这个技能呢 在孙策决心以后 对孙策帮助是比较大的 来帮主攻 迅速的把血线给拉 把血线给撑起来 嗯 而且他身上装备啊 就是跟这个魂子的配合 也就是咱们平常说 那个孙坚的这个英魂的配合 也是很好的 但是孙上香就是 你一定要跳反 因为如果你作为奶妈来说 你不跳反的话 很快会被退掉 在别的主攻局 孙上香作为忠臣 他是一个嘲讽比较高的武将啊 就是 就是会被很快的退掉 你一定要活到孙策觉醒以后 你才能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发挥 林邦呢 有两个武将 一个是鲁肃啊 鲁肃这个多扎牌 我们就不用说了啊 他这个每轮四张牌 呃 再就是 鲁肃肯定是要跳反的啊 通过支霸给主攻送牌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 你必须第一轮得跳反 然后孙坚呢 他这个本身 嘲讽比较低啊 但是孙坚呢 呃 就是说他是一个抓牌的白板吧 每轮就两张牌啊 自身这个技能是在掉鞋以后才能发动的 一般孙 一般来说孙坚跳中呢 如果反贼没办法一轮退掉孙坚的话 是不会轻易打他的 把他给打成 大英魂什么的 嗯 也是比较危险的 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一将当中的吴国泰 吴国泰给孙策当中是可以的啊 给主攻呼呼点装备什么的 啊 并且呢 就是通过支霸呀 来给主攻送牌 还有就是在孙策 嗯 这个贫死的时候 就是说他可能 有可能会死在觉醒前 或者是在他比较危险的时候 通过补义来可以保证主攻 这个顺利觉醒 山豹当中 山豹的这个 这个二张 二张是神将 他跟孙策 这是简直是完美的一对啊 嗯 无论在孙策觉醒前和觉醒后 可能都会有棋牌 这个被二张捡到了 包括就是场上别人的棋牌 二张有多余的牌 都可以进行支霸的 二张当反当中 都非常的给力 在孙策觉醒以后啊 二张不论是反贼 还是忠臣 就是很难死掉了 因为孙策觉醒以后 每轮摸三张牌 会有大量的棋牌的 嗯 关于吴国的武将呢 我们就简单来说这些 像那个邓爱呀 像熊玉呀 郭佳呀 给孙策当忠臣 也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 我是想放到下一期来说的 因为孙策的主攻局呢 往往打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少说得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多的时候 我有一句 吴国泰给孙策当忠臣 我们一直打了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啊 才打完 所以就是 可能就是这期录像 会长一些吧 我也是把这个忠臣 分开做了啊 吴国的这个单独 拿出来做一下 嗯 好了 我们下面啊 下面就是来看一下录像吧 通过录像来说一下 我想表达的这些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录像 嗯 关于孙策主攻局呢 有个这么 这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也要意识到 无论你是主攻还是忠臣 你都要有一个意识啊 你要去帮主攻觉醒 也就是说忠臣 根据位置来 如果你是前置位的 那么毫无疑问的啊 一般大家六张牌 第一轮六张牌的时候 都会有杀 你就有距离就杀主攻一刀 没距离的话 你也可以拆主攻一下 或者是盲鞠下家 你就是去 就是就是说 你不要跳一个忠臣的身份 你就跳一个反贼 那么孙策主攻局呢 这个反贼也有 反贼他都有一个意识 反贼不会去瞎盲鞠的 呃 都不会去熟人头的 因为你杀主攻的 可能是可能是那个中双反 也可能真的是反贼 跳身份 所以反贼不太会 就是说去互相盲鞠什么的 也就是说第一轮呢 忠臣你在这儿搅搅局 你可以 可以就是让反贼的火力 不能集中到忠臣身上 就打主攻 看到主攻能不能尽快的求觉醒啊 呃 就说 忠臣应该降低自身的嘲讽 你无论是嘲讽中也好 还是像邓爱这种 呃 接近于就是没有人愿意打你的忠臣 你都可以就是装一下身份啊 这个就是在孙策局 呃 中装反 是是锁定的 人家一般都说第一轮是七个反贼的 呃 你一手里边只要有无懈可击 有一些其他的牌 你能第二轮跳回身份的 第一轮你就可以中装反 而且就是作为孙策主攻 玩孙策主攻的这个玩家 他都有意识去辨别 哪个人是真正的反贼 哪个人是装的 他都会去打真正的反贼的 比如说有张辽 偷主攻牌的 那肯定就是反贼 他根本不会是忠臣去装反贼的 所以就是说对于主攻来说 他会选择 他有这个意识 去选择真正的反贼 选择集火的目标啊 就是你忠臣装一下的话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会有太大损失的 你上来就跳中的话 无脑跳中的话 你只会是断送了自己 跟主攻的这个前程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位置呢 选灯爱可以 选香香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更靠后的位置 就不太推荐孙上香了 因为孙上香呢 他跟话筒一样 可以就是破主攻觉醒嘛 靠后位置是比较偏反的 再一个就是香香靠前位置啊 在主攻觉醒以后啊 通过这个阴魂来跟你 去装备一些配合吧 可以刷牌啊 你靠后位置的话 不太好啊 靠前位置通过一些刷牌什么的 有足够的牌的 在觉醒以后 很快的睡下主攻啊 保护主攻在觉醒之后的 这个血线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的主事小玩家呢 最后是选择了香香 我们从这个场上的见面来看呢 赵云是比较偏中类的一个身份啊 如果他不是那种RB的话 一般是不会在孙色局选这个流氓云当反贼的 而且离主攻位置相对又很远 而张和弄是比较偏反的 但是也不好说 然后有两个无国的武将吧 都靠前置位 我们看一下第一轮大家这个是怎么跳身份的 主攻没有选择盲踞谁啊 直接就就就扔闪电过了 我们看就是无国泰他这时候扔了一张红纱 并且顺了主攻一下 废掉主攻一张无限 也就是说在香香眼里吧 现在无国泰跳的是个反贼身份 而这时候鲁素呢 他没有选择耗尸 其实呢如果鲁素是反贼 他可以选择耗尸给无国泰啊 而且他扔了一张K的K点的戒刀啊 张生华呢他就是可能没有没花牌啊 你看他也他也没有出杀 或者是说他是反贼不愿意盲踞啊 他就火攻了主攻一下 这两个是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就是现在在香香的视角来看 鲁素是比较偏重的 我们可以暂时先给他标个忠诚的身份啊 因为就是他是反贼的话 他可以选择把这个孙色的牌给换一下 我们看就是因为张生华 他他就是跳他火攻了 并没有真正的掉主攻血 而且就张生华本身是不怕掉血的 所以他就香香就连了一下张生华和主攻 并且拿一张K的南蛮区区之霸 其实现在呢就在场上来看呢 在孙色局不清一方AOE的这种的 就是比较偏重的啊 赵云就是忙去下架了 我们不知道赵云什么身份 而他没有打奶妈呢 奶妈现在也是有藤甲的 姜维也选择去杀夏家 我们看啊 就是他去杀了一个非常偏反的张和 张和这个时候呢 他选择是去偷卤素和姜维的牌 他没有偷主攻 并且他把大师的马给忽悠走了 好第一圈呢 跳身份结束了 我们来重新看一下场上这个身份 就是在香香的眼里啊 在香香的眼里 鲁素呢 虽然他是没有耗施给国泰 他可能是怕国泰这个中装反片牌 但是他的顺手顺的是张春华的 他也没有去顺国泰的斧头 就是说大师的身份不好定义啊 但是张和肯定是反贼 然后呢 姜维他去挑衅一个 这个这么偏反的一个张和 所以呢 就是姜维可能会是一个内奸 流氓云呢 他有距离没有去杀张春华 就无脑桶下架了 流氓云也是比较内奸的 因为他也没有来杀奶妈 就是可能他是贪心这个冲阵 但是他也可能是 就是真的没有属性杀 嗯 这不好说 就是 就是场上呢 就是在香香的眼里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的 而张和呢 就是如果我 我当时 当时是赛的玩张和 就是如果我玩张和 就这个时候呢 姜维是表片中的 我可能就会选择去 偷姜维和主公啊 把这个反子的身份 挑的赞明一些 因为前边吧 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反子 还是装身份的 嗯 不是很好判断啊 而我们看看主公 这把牌是怎么出的 主公呢 也不知道吴国泰 到底是不是装了 他就选择去 这个打鲁素了 因为在他眼里 他可能看到好多个忠臣 包括就是 就说包括就是说 那个呃 这个这个奶妈呢 一个是他没有距离啊 可能他会认为奶妈 也是反贼 但是但是就是说 没有距离 也就是他就选择 直接去杀鲁素了 而且张生华 这个火攻很很致命啊 他火攻主攻一下 是不是一个 张生华的神牌呢 而且就是张生华 在奶妈属性 杀他的时候 他选择出闪了 没有卖这滴血 所以所以在主公眼里 可能他也是个内奸 就是说 在这场比赛呢 香香他保护了自己 有一个大前提 鲁素没有明确跳反 而且呢 后置位的这些人 都都实在是打的 实在是太相没奸了 哦 这时候国泰他扔黑杀了 其实他应该去杀孙策的啊 因为孙策无险呢 你杀他一刀 根本就是离血型 还好远好远 可以杀一刀的啊 哦 我们看这时候 大师他跳反了 他把这个主公和姜维的牌 撸了一下 因为大师 大师是反贼啊 在他眼里 他也是看了好多个内奸啊 他不太确定 这个这个 到底谁谁是真正的反贼啊 而且 而且可能他也认为 张生华是个内奸 我们看啊 张生华这时候啊 他就开始翻二了 他就直接去打国泰了 其实如果 如果说吧 如果说就是 就是说那个 国泰是忠诚的话吧 他不会就是 送鲁肃这个号施的啊 赵云这时候 就是明确跳钟了 他还 他也跟着就是 一起打鲁肃了 这个就是说 江维可能也是为了 刻意觉醒啊 他就是顺手赵云了 要把张师宠用出去 总比被这个张和偷了好啊 我们看张和这轮呢 他没有选择抓牌 他把赵云的这个武器收走了 其实呢 就这个时候吧 奶妈呢 他一直没有跳出身份来啊 在大家眼里 仍然他是反贼 这时候我们看啊 就是 就是现在呢 就是张生华 他就说了 为什么这么乱 因为因为他 其实他是反贼啊 他打错 打了自己的队友了 他肯定也看出来 赵云是忠诚了 但是因为赵云的复嘲讽啊 张生华 没有没有去杀赵云 因为奶妈装反 所以在大家眼里 在国泰的眼里 鲁肃 国泰 香香 还有张和是反贼 他认为张生华是这个内奸 或者是认为张生华是忠诚 然后这就导致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国泰下一步的这个出牌啊 他把香香的装备和孙策的装备换了 他给主公换了一个藤甲 给香香换了 给香香的一个距离 并且送了两张牌啊 其实呢 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就是 对香香来说 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装身份了 因为你装身份的主要的收益 是在前两轮 一个是看 让反贼集中火力去打主攻 能不能把主攻打绝形 再一个在前两轮保护一下自己啊 让反贼之间互相打 他起到这个作用了 反贼张生华打吴国泰了 吴国泰打张生华了 张生华这个武将吧 我个人觉得他比较坑地啊 真的是没有太好的发挥啊 而且还比较卖队友 好 姬阳送牌啊 这时候就是香香 是完全没有必要睡主攻的啊 因为因为那个 孙色是不怕掉血的啊 AOE放的也没有问题啊 全场这个都都会跟着掉血 而且姜维的 姜维这么多手牌 其实可能会是有闪的 但好像他真是没有闪 现在的身份就是很明了啊 这三个是反贼 下张和是反贼 就是关于玩游戏呢 可不可以说话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说话是比较有乐趣的啊 我说我是中 我说我是反 说是这么说 但是得有人信才可以啊 是没有问题的 说话 我们看就是这个藤甲吧 给姜维 姜维其实呢 他有挑衅的这个技能啊 加个藤甲还是可以的啊 因为你不把藤甲挪走 打主攻只能靠火杀雷杀 这样是比较少的 嗯 就就是 属性杀雄的 这是比较少的 这时候吧 罗素呢 他犯了一个失误啊 这时候明显应该换奶妈的牌 因为奶妈这时候已经跳钟了 你换姜维的话 是送觉醒的一个节奏 不要贪心三张牌啊 就换奶妈时候的两张牌 也是很合适的 这么说 就是说每一句游戏啊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那种 两方打的都很好 来拼出一个胜负 有的时候 别人的一个小失误 你抓住了的话 是可以就是说 走向胜利的啊 不可能说就是 谁都没有失误啊 往下打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反贼 鲁肃已经残血了 但是吴国泰 张生华和张和的状态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啊 赵云之的时候 他还选择继续去 这个杀 杀这边的那个反贼啊 我们看就是姜维呢 你在姜维的身边吧 其实是挺被克制的 尤其是山包的武将 像这个蔡文姬啊 像张和呀 像二章这种吧 特别被姜维克制啊 你在他身边 每轮挑衅你一张杀 像张和偷牌吧 有的时候是偷不到杀的 这时候就是观星非常给力啊 AOE就是一个 送主公觉醒 并且收人头的一个角色啊 我们看就是他观星给的 给的牌 也可能是收人头给的这个AOE 就直接把主公打结醒了 一个四血的孙策啊 就就一个人就可以 把他给打结醒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冰照云呢 因为相对来说吧 在孙策局选香香 当内奸的人 是很少很少的 那种特别奇葩的人 才会选奶妈当内奸啊 我们看啊 姜维这个 他刚刚都找了攻击牌啊 可能又没有桃子啊 有可能有桃 没打算救啊 因为这时候 内奸肯定是会跳的 就是奶妈 在孙策觉醒以后 是非常值得救的 不仅阴魂 可以跟孙策进行配合 而且就是睡两下 这个孙策血线 就撑起来了 这时候就留一张闪啊 果断选择去睡下主宫 我们看啊 就是姜维呢 在他因为鲁肃的一个坑爹的换牌啊 送姜维觉醒了 觉醒以后的姜维 真的是很强啊 尤其是在五人以上的时候 相当于诸葛的关心 就是香香啊 在孙策觉醒以后 非常的给力啊 只要他上有一件装备 那么英雄给他的话 他这个刷牌量 有的时候可以堪比孙权啊 我们看到这时候 就是主中的优势局啊 反贼就瞬间就崩盘了 反贼呢 也是因为守反鲁肃吧 他没有跳好啊 你是反贼 大师应该立即跳 就是孙策觉得反贼 你一定要跳出身份来啊 怎么反怎么跳 千万要把这个反贼身份跳出来 不要让后边乌龙啊 你一个身份没跳明白 那么就被这个忠神抓住机会了 来装下反贼 本来装反贼 就会被人识破的 但是因为你身份跳不明 你会导致后边的队友来乌龙啊 我们看就是奶妈的这个 就是这个丢掉一件装备啊 来的牌 过牌量非常的大 这轮就是直接带赵云飞了 就是因为这个反贼之间乌龙吧 其实反贼配置非常好的 有神级的反贼张和 并且还有鲁肃 就这局比赛呢 奶妈上来是没有跳的啊 而且还拿了一张K点去配 去那个制霸主公来拼掉主公的一张牌 因为第一轮没有人打孙策吧 孙策拿那些牌什么杀闪的 没啥用啊 拼掉一张无所谓的 而且就是这张K点的是南蛮入侵啊 更好的就是帮他 伪装了一下这个 伪装了一下身份 这盘录像呢 就是很典型啊 由于这个身份不明 所以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乌龙 再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 孙策觉醒以后啊 跟奶妈香香之间的一个配合 这么说就是孙策觉啊 孙上香是绝对可以当忠诚的 你就是一定要跳 孙策觉 无论你什么身份当忠诚 就比如说灯爱当忠诚吧 你也可以上来就跳反的啊 跳反贼算是一个锁定计 我们来看场上这个显将吧 这六个显将呢 孙策可以啊 孙策可以是最佳的选择 大桥也可以 因为二号位的大桥 如果你能活到孙策觉醒的话 孙策直接给你补完牌 你可以乐拳场 祝荣也可以啊 这个吸点AOE什么的 但是这个紧爱的主攻呢 比较偏反啊 因为这个有猎刃嘛 如果你上来跳反的 你装身份跳反的话 就杀主攻 你说你猎不猎刃 不猎刃你不就是失败了吗 猎刃的话还坑主攻一张牌啊 所以就是有吴国的 并且有孙权啊 孙权是适合任何身份 任何位置的啊 就秒选了 我自有非常喜欢孙权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厂上这个姜面啊 厂上这个姜面呢 别的人不好说啊 这个位置的菜文鸡 就是这个菜文鸡是比较偏反的 我们那个是 就是几乎就没有选菜文鸡当中的 因为这个当中太坑内了 而且就是 本身菜文鸡当中的人就很坑爹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出牌吧 这主攻呢 是随随进来的一个路人啊 我认为是这样吧 既然他敢选孙杀 那么他一定是会玩的 至少他应该有觉醒的这个意识啊 所以他才会选孙杀主的 我们看啊 蔡文鸡其实是跳反了 对吧 他来判主攻 这红桃呢 张角没吸得要这五股 他没有去换 然后主攻不选择掉血啊 嗯 其实呢 就是你完全可以掉血的啊 无血 完全可以掉血的 这时候吧 我 我的牌呢 我肯定是要杀主攻一刀了 来来跳个反贼的身份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牌有两口酒啊 如果我制衡酒的话 这装身份就失败了 所以我就喝酒 红杀他了啊 我想呢 我的剧本是说 就是我说 哎我出色沙了 我应该出黑沙 因为这样比你制衡两个酒 要好很多啊 蔡文鸡这个时候跳反了 那他跳反继续判贝歌 因为他认为我是忠诚啊 他认为红杀杀主的应该是忠诚 这边张角贪心这个桃子啊 给我换了黑桃 我这时候给他们标的都是反贼啊 我觉得这个佐斯应该也是反贼 但是呢 你这么想啊 就是你轻易的掉孙子的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说不知哪个人就是忠诚啊 孙子可能就第一轮就醒了 所以他的身份其实是未知的 这里吧 就是我就 因为我被翻了 我下轮动不了了 我决定不顺主攻的牌了 我不装了 我就把这牌顺过来 顺一下这个二张的吧 因为我下轮动不了 所以就是赶紧顺 看能不能顺个闪啊什么的 嗯 就是现在在反贼的眼里啊 他们可能 他们怎么看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绝对都是反贼啊 好 这跳反了 因为现在主攻三血 他还去杀主攻 其实这时候孙策还是可以求觉醒的啊 你可以 你可以留着闪防九杀嘛 对不对 你掉一血 两血 是完全可以的 这是反贼啊 故意给二张扔装备 嗯 他到底有可能是内奸 我先给标反啊 这时候吧 姜维啊 他去挑衅蔡文基了 嗯 我当时是给他标的是忠诚 就是这时候吧 他们可能认为我是忠诚 装身份也不会去九杀主攻 他们可能 他俩都可能认为我是反贼啊 他俩都没有来杀我 好 我们看啊 孙策吧 他第一轮有觉醒的机会 对吧 刚烈的时候 如果他掉血 那么现在他就已经醒了 刚烈的时候他掉血 刚二张杀的时候他掉血 他现在就已经觉醒了 然后我们看左词 他的技能是咆哮 嗯 也就是说 他手里怎么有 应该会有两张沙吧 才会挂出这个咆哮的技能来 这就是一个帮主攻觉醒的节奏 这时候独裁他又判被割了 判出一个红桃来啊 主攻就是 就是 由两血变成三血了 嗯 其实打到这里吧 我认为就是 这个左词应该是一个片中内的 不然他不会这样刻意帮主攻觉醒的 因为大家都不是傻逼啊 你这 孙策那么早醒的话 对反贼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消息啊 嗯 就是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嗯 我我我认为左词是内奸 我认为这个将为是忠诚啊 我觉得张角和蔡文鸡 他们俩搭档的 这就应该都是反贼 嗯 其实呢 独裁打电问题都没有啊 就勇敢的判被割 判到红桃 孙策就不能觉醒啊 判到黑桃什么的 你这直接让忠诚倒霉啊 他们这个时候可能就反应过来了 就觉得我可能是 偏内奸这种的吧 去杀主攻 然后孙策下家 然后就已经开始杀孙策了 然后他们还杀独裁 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场上呢 除了张角 不改背歌 让孙策加邪以外啊 所有的人都是杀孙策的啊 包括包括我这个忠诚 包括左词都是杀孙策的 这个这个反贼 已经看不清楚身份了 他们去杀蔡文鸡了 这非常非常坑地啊 独裁明显就是个反贼啊 你可以站在独裁的角度想 为什么独裁这个时候要攀碑歌 因为攀碑歌 孙策回血没有问题 但是你让忠诚翻面 或让忠诚弃牌 都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这时候呢 我一直认为这个姜维是个忠诚啊 他们居然是把独裁给杀了 其实呢 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啊 无论是我第一局的那个九杀 然后顺手下架 还是说左词的这个刚历 还有包括左词咆哮主攻啊 其实这个 这种就是都不算什么真正的装身份啊 只有忠诚才会这么去打吧 因为毕竟这不是孙权局 这是孙策局啊 张角扔的都是 哎呀 扔的都是闪和无限 我们看啊 这时候孙策他也看明白了 就是就觉醒了 好 这个就是说 就是你玩孙策组吧 你千万不能怕死啊 你在觉醒的时候 这个大英魂 你应该去扒二张 因为在你觉醒以后 二张是反贼的话 他非常的克制你 你每轮抓三张牌 用不失去的牌 都得扔给他 什么杀杀闪闪的 杀二张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你这这轮 被他固定了很多牌 你下轮再英魂 要扒他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你不应该选择给孙权补牌啊 孙权死了就死了 你自己就已经都已经觉醒了啊 就是你应该去 去那个扒这个二张的 可能他认为孙权的用牌能力强吧 所以就这样就扒孙权了 就给孙权补牌了 你说就是如果他扒一下二张的话 是不是 倒不能说这轮就秒了二张吧 但是是有机会的呀 你还有过拆 这顺手都给扔了 这丑死了 就是二张吧 在孙权觉醒之后 如果是反贼 特别特别的刻孙权 就说这局呢 反贼肯定有他打的不对的地方 我们在玩的时候 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每张出牌 都是正确的 这时候我把桃子送给主公 把桃子送给他一个 就是说 有些出色牌的地方呢 都是正常的 不可能一张牌不出错 就整起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就在你大阴魂的时候 选择去扒二张 先杀掉二张 不然你这 很难很难把他们打掉啊 而且呢 就是孙权先一写 其实反贼有距离 应该去推主公道 不应该来这时候打孙权啊 你打孙权做什么呀 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江维真的是一个 很坑爹的反贼啊 我们看啊 就是他还是没有扒二张啊 因为 你这七的牌全都是他的 就是制衡的这牌 这是都是随机的啊 你二张的八卦在这 真是很郁闷啊 就是如果孙权 第一轮就扒二张的话 后面就会好打一些 因为你越托吧 越托二张越强 在你觉醒以后 其实他刚觉醒的时候呢 最忠诚的孙权吧 这状态还是可以的 吃个桃回复到三血了 有装备 然后还有手牌 现在就被打的 就没有什么了 这一局呢 这个张角呢 他最后他是个内奸 他什么都没做啊 就给孙权判了个黑桃啊 然后就开始 张角也不能做什么 他也做不了什么 这时候他可以去杀 他可以先杀佐斯 给我补牌 然后再开桃园的 这地方吧 我出错了 我应该先知霸的 我就是忘了这码事了 因为整个这 你看到这 整个这场吧 我都没有那个 我都没有跟孙权支霸 因为我也没有多余的牌啊 所以就是 就是我这块 刚刚好像给他送了个桃子 然后就没再支霸了吧 就是我这次忘了 没放天三沙 很坑爹啊 他他他距离被拆掉啊 所以给他送了刀 我就 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了 就这样了 就是说在孙权主 把刚醒 刚觉醒的那一刹那吧 那一轮他非常脆的 反正完全可以去推主啊 张导就被带走了 是个内剑啊 他整个全场打酱油 就当张导当内剑 不爱恶事 这里边吧 就是说一个是 他这样杀主公 一个是不想给二张扔牌 再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 也帮主公卖二写吧 来来扒一下那个二张 因为现在嘲讽不在孙策这 大家都在这打孙权呢 这时候就是 我就拿了AOE了 这边左思也说拿AOE 其实万箭可以放吧 这个万箭扔了 真是不应该啊 然后那个 这里就是运气比较好啊 我直接裸扎牌 就扎了一个AK来 然后他这个截命 就给主公补就行了 你看孙权吧 不管他当不当主公 孙权的个人能力在那吧 毕竟有制衡啊 你可以把一些 不需要牌换掉啊 这样就是说 就进入主中方 完全的这个优势局了啊 你现在就是 无论孙策死了 或者包括那个左思死了 挂了 就孙策单挑将为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里吧 我就忘记他吃毒菜了 我怕他挑衅啊 我留的是沙 我把我把闪送出去了 我忘记了 我们看啊 这局就是典型的那个 忠诚装修身份 但是其实我这二号位 忠诚装身份 因为我被翻面了 所以其实 哎呀就算失败了 因为反贼 他们之间的乌龙吧 自己吃了毒菜 这就变得好打了很多 嗯 在孙策局吧 毒菜是一个 很反很反的一个角色啊 因为孙策是靠红沙吃饭的 嗯 你这种 悲歌判定是比较克孙策的 嗯 这就是说最后就主张优势局啊 怎么打 姜维都挂了 而且姜维是白板啊 因为他吃菜了嘛 嗯 就是我觉得呢 在无过的忠诚当中吧 孙权给孙策当忠诚很好 因为他是 孙权本身的这个 个人能力是比较强的啊 可以打输出 可以找桃 手里还可以存无谢 往往就是在场上 需要无谢的时候啊 能出出来无谢的人 是孙权 还有袁术 因为袁术过牌量特别的大 袁术现在就是 嗯 房间里边就是 我和大家说就别选袁术了 选袁术玩起来 特别没劲啊 你这个 夸抓一个AK 无脑抓了那么多牌 突突一顿杀 挺没有意思的 再碰上个二张 再一伙的话 别人都不用玩了 偷管看你们俩来会搞机就行了 所以就是 我觉得就是 嗯 在这些个人能力 比较全面的一个五项吧 就是孙权吧 可攻可守 而且就是 他这个找关键牌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跟孙策的配合也很好 因为孙策觉醒以后呢 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巴的牌了 补牌的首选 那就是给孙权补 孙权有牌了以后 就可以直衡找更好的牌 来发挥一下自己的作用啊 用不掉的牌 还可以通过支霸 再还给孙策 嗯 再就是孙策的这个 终神二章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到就是 后期左子霸 他这个化身有个周瑜 周瑜给孙策当终神也可以 但是周瑜你一定要跳反 因为你不跳反 三血脆皮很快就 很快就跪掉了啊 这盘录像呢 这盘录像呢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装身份了 因为这盘录像呢 有嘲讽的终神啊 这个在孙策局 嘲讽的终神 一旦他真的跳终了的话 忠臣就没有必要再装身份了 因为你你再装的话 你就把那个嘲讽的终神给卖了啊 他很快就会被打死的 这时候你该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嗯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因为一个一个忠臣没有打好的话 可能都会导致就是大家都被他卖了 嗯 我有一次大后卫的寻语啊 本来我都可以帮主公觉醒的 但是因为前面有个貂蝉中他跳了 嗯 大家都去火攻貂蝉 决斗貂蝉 没有办法无懈可击打出来了 所以就是最后 我们反正那局最后是输了啊 因为就是很快貂蝉和寻语就会 就会被打死的 孙策根本都没有觉醒啊 就就没有机会了就 嗯 这局呢 就是说 嗯 我我做这局呢 是因为这局也有两个无国的忠臣啊 有有有陆逊和这个二章 我们看一下就是他们和这个孙策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配合 我们先看这六个选将吧 嗯 这个位置呢 奶妈肯定是不好的 因为你会被盲居 因为八后卫实在是太反了 你正好破觉醒啊 相对而言说配合也少一些 嗯 太史词呢是可以的 嗯 但是就是这个位置吧 嗯 太史词前面身份跳完以后 你容易被这个这个前面位置发现啊 而且太史词太嘲讽 我如果是在太史词和陆逊当中选 我肯定是选陆逊的 因为陆逊在孙策局发挥真的是不错 有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就认为陆逊这样 他就是个坑爹的选将啊 你是没有被陆逊虐过 如果你曾经你是反贼 你打孙策加陆逊 你打到那种很痛苦很痛苦的那种情况下 你就知道陆逊将有多么厉害了 在孙策局 我是选陆逊了啊 这房间呢 全都是我们认识的人啊 关于说话这个问题嘛 就还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啊 你不喜欢说话 你可以选择就是静言啊 我们是比较喜欢BB的 说说话比较有意思啊 他这个盲区贾许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贾许在孙策局是比较偏反的 他跳反了 我们看 这时候二张给贾许固正了 固正了一张黑沙 姜维呢 这时候呢 他也是跳反了 他为什么去就是忙挑衅二张呢 可能他认为这个二张在装身份吧 他可能认为二张在装这个中装反 故意给这个贾许固正一张沙 这时候就是 就是二张被挑衅了 而且也被杀掉了 也被杀掉一血了 所以他就是 我现在 我认为他是个忠神啊 他就已经跳中了 这时候我们看 就是主公说话了 他觉得比较悲剧 因为二张忠神这边已经跳了 而且呢 相对来说就是陆迅 陆迅在孙策局吧 可中可反啊 这边他这个黑沙杀不到这个张 二张 而且他也够不着主公 他就选择 他是反贼啊 他就选择去去盲剧这个 后边的八号位的这个陆神将 再一个这局啊 貂蝉也是个名中两 而且他跳中了 我们看到 貂蝉这个玩家非常菜啊 后边有张河 你怎么能去乐甲许呢 对不对 这就是说 拼杀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被乐了 尽量不掉血 就是貂蝉你 你不应该去乐甲许啊 你这个乐可以去离间用了吗 或者是弃掉都可以的 因为你是忠神吗 你弃掉了 二张可以选择给不给你故障啊 就是说呢 在孙策局貂蝉 我们看二张这时候 他还是说没有去给貂蝉故障啊 但其实这时候身份都已经挺明的了 因为只要张河跳了 那么全场的身份就很明很明了 那肯定是陆逊貂蝉 还有张二张是忠臣吗 这是反贼啊 乐布斯书肯定被一给貂蝉 或者是一给二张了 看他选择一给谁啊 他选择一给貂蝉了 毕竟貂蝉输出比较强力一下 我们看看吧 你打陆神将就有个什么问题在这呢 可能我会卡一个桃子 但是你打了我了 你不知道陆神将手里是什么牌 你打了我了 我把这张桃子吃了 现在我就进入一个连营的节奏了 这时候我先把我的中传伸伸伸跳出来 然后我再跟孙策拼点啊 他这个顺手就这么 反正他也用不出去 他就这么给用掉了 这里呢 我没去打假许啊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有闪的吧 我想就是就当时我就紧着张合来了 因为有可能主攻的乐过了的话 还可以去去杀这个假许一刀啊 我们看就是神将呢 如果进入连营状态的话吧 确实是靠RP啊 但是谁不是靠RP呢 抓牌你抓到桃也好 抓到杀 抓到AOE你都是靠RP的吗 你通过卡的一张闪啊 跟这个孙策小小的支霸一下 你就连营了这么多张牌啊 但就是说呢 陆迅和二张配合相对就小一些 因为他没有多余的牌 给二张扔啊 我们看孙策这周选择卖血 因为如果貂蝉这个乐过了的话 离间一下 我再给他一刀 他就这边那个八号位的忠诚给一刀 也就一直觉醒了 这就是说那个孙策局吧 你看现在就虽然贾血是一血 但是这个忠诚貂蝉 还有二张的这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陆迅呢 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嘲讽比较低的武将 但他胜一张牌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愿意去打他啊 因为他胜的不是 很可能就是一张闪 貂蝉呢 这边有贾血啊 所以貂蝉手里可能会剩桃酒 甚至说可能剩张杀防乱武的 这时候就是他选择帮姜薇去觉醒一下 刚刚他那个拿了一张 他拿了一张 五谷拿了一张闪吧 是拿了一张闪 这里我就寻求连赢了 虽然只连赢了一张吧 也相当于周瑜吧 而且送了主攻一张闪 主攻把这些牌弃掉了以后呢 这些牌就变相的被二张给收了啊 果然是两张闪 刚刚好像拿了一张红好闪吧 我们这时候啊 孙策 孙策肯定是有杀的手里啊 因为他杀已经扔杀了 这时候孙策二张都是有杀有闪的啊 我们看啊 这个贾许呢 他选择呢 捡一马来杀我 其实是其实挺不明智的 因为陆续很可能卡一张闪啊 你这张闪连影走了的话 不就又来其他牌了吗 而且呢 这个乱武特别的坑爹 因为姜薇现在是空城状态啊 二张明的杀 你这种乱武吧 你会把姜薇的血线给压下来的 他马上就觉醒了 三血觉醒多么好啊 一下扎四张牌 而且就是你杀神将 陆神将 陆续他没有闪 那么卡连影的牌 除了闪以外就是杀了呗 或者是张桃或九 也就是说你这乱武是带不走陆续的 倒有可能带走貂蝉啊 甲曲这个武将呢 是需要队友强力配合的 把主攻血线压下来 然后进行这个开大 或者进行玩杀 来带走主攻赢得比赛的胜利 就是你这个乱武吧 你想乱武带走貂蝉和带走陆续 其实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啊 因为你的目标是主攻嘛 而且你这个乱武这么坑爹 尤其是把这个姜薇给坑了 而且坑张和 张和就是血线一下就下来了 我们看这时候呢 其实主攻方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虽然就是说陆续和貂蝉都是残血 但是藏人翻面了 下一轮貂蝉就该动了 嗯就是呢 一般来说吧 在孙策局这个貂蝉 一个是名中脸 再一个就是选貂蝉 在孙策局当内奸 非常的不合适啊 在二章的眼里 可能他认为陆逊是内奸 因为我有的时候 我会选陆逊当内奸的啊 嗯但是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这个貂蝉是内奸 因为我比较了解他 他不会选二章 这种武将来当内奸的 这时候貂蝉呢 我认为他是内奸 他没有跳 其实这时候貂蝉是可以跳的 他可以这时候 尽快把贾许做掉 刘章河 刘章河三打三 嗯我刚连了一个桃子 比较幸运啊 嗯这时候我就是 我选择杀章河了 因为这个贾许这边 待会儿孙策可以杀他 没有人救 就受掉了 嗯这牌呢 就是说肯定是要留酒和无限的 就把杀送出去 现在反贼方就没有桃了 小内估计也没有桃 就是反贼就直接又崩盘了 因为你这种状态的孙策 嗯 还有这种状态的二章吧 打不动他的 一扔就一把牌啊 我们看到二章给孙策当中 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嗯因为孙策他激昂可以多摸牌 当孙策三写了 不是不是满写的时候 他那个多余的牌 肯定是都要扔了的 然后二章是无果的 又可以通过支霸 把牌再送回给孙策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来会儿扔牌 这边又有陆讯啊 每轮可以支霸啊 这时候就是 二章仍然在给 这个貂蝉上装备什么的 嗯这时候就是闪电吧 比较关键啊 最好把它拆掉 这就主攻进入觉醒节奏了 嗯我就给二章打打无限了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忠臣啊 我们看由于内奸没有跳吧 嗯可能就是在曹仁的眼里吧 貂蝉就是忠臣 貂蝉这时候仍然没有跳 就是这种死忠那样 我们是非常讨厌的 这时候其实反贼已经崩盘了 就是貂蝉现在当反打 可能都输啊 他还这样就是这么做啊 嗯这局呢 就是这两个无国忠臣吧 这两个忠臣就是美伦的这个支霸什么的 嗯很给力啊 嗯这里呢 这里就是说我把这个链子连上了 因为我怕这个收不掉姜维啊 我怕收不掉姜维啊 这个闪电会劈了二张 嗯这链子不连可能主攻就全给收了 嗯这就无所谓的了 因为这所有的牌将来这个主攻全都给那个 全都给扔给二张了 我们看就是陆神将吧 他这个连营呢 能多抓牌的武将就是好武将啊 在孙策局可以保证美局都能进行这个支霸 而且呢可以保证美局进行连营 因为陆迅不怕被乐 就是每到他出牌的时候 他都会有所发挥的 其实是可以的啊 这局就是小内最后他他跳 他已经没有跳啊 他跳也晚了 因为反对直接就崩盘了 因为这个贾许的这个乱武比较坑爹 因为你真的没法去猜测 这个陆迅手里剩的是什么牌啊 我们看就是因为有二张吧 主要是有二张存在 跟这个孙策来会的那个固正啊 包括支霸来刷牌 所以主攻那个不缺杀闪 然后二张也是状态也比较好啊 这局游戏呢 就是虽然忠臣都跳了 嘲讽的忠也跳了 我们仍然是就是说赢了吧 跟这个反贼坑爹有关系 也跟这个也跟这个配置有关系啊 我们看到就是就说那个 这里边就是反贼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输出啊 假许他就是个白板啊 他唯一强就强在他的晚杀 要么就是个白板啊 自己抓两张牌 抓两杀都困难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选项挺坑爹的 假许啊 当反贼的话 还是偏后位置好一些吗 根据前面打的情况来选择是否开大 哎呀 就是打孙策的局吧 嗯 孙策主攻局相对来说时间长一些 因为这个主攻真的不太容易被速推啊 你想十分钟 打完一局孙策局 那是简直太难了 二十分钟打完一局都都很少见 一般孙策局都会打很久 所以这个我的录像 嗯 都是我这都已经选的是那种比较短的了 打二十来分钟半个小时之中比较短的了 嗯 结果呢 还是做成大片了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做这么长的一个视频 嗯 我也是用心做的吧 嗯 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玩孙策 因为 孙策呢 他他他和孙策一样吧 就是他 他们这种主攻吧 自身能力很强 嗯 玩起来非常的有乐趣啊 所以呢 我们在online上面吧 有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些人 他是真的不懂怎么去打 有的时候 也觉得挺坑爹的 也很无奈啊 有的时候我就是说 打个孙策局 真是各种痛苦啊 看不拥败身份的 瞎打的 呃 那个无脑推主的这种的 就把孙策打觉醒的 什么样的都有 嗯 就这么说吧 呃 如果你两个忠臣都坑爹的话 或者说有一个人够坑爹的话 你主攻真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啊 主中方赢 你不能指着内奸帮你打天下 呃 作为一个忠臣来说 应该好好地辅助主攻吧 选教一定要选好 并且就是你在打法上边 在该装身份的时候 嗯 该是该杀主攻 跳法的时候 你就应该这么做啊 嗯 我特别希望这个 啊 online上边 大家也都慢慢地懂得 怎么去打孙策啊 呃 怎么去和孙策进行配合 这样玩起来才比较有乐趣啊 如果是 就是你也不会玩的 我赢了也没有什么 也也也也不 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啊 而且玩起来也特别没意思啊 就是这种的 呃 就是说希望大家呢 呃 也许我这视频呢 并并并不一定能 嗯 教给大家什么吧 呃 就是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吧 呃 如果你接受的话呢 呃 或者是就是别的人 比如说赛的也做过一些 顺测的专题 包括 呃 其他的一些那个解说吧 他们可能都都有做过 顺测的这个专题吧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吧 一起探讨一下 怎么样能能让这个顺测局 打得更有趣一些 呃 玩游戏嘛 开心表重要啊 呃 我说的也并并都是对的 就是 大家还是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的好 嗯 多谢大家的支持吧 呃 呃 下一期的那个 我还是会做这个顺测忠诚 的来说一说这个顺测的一些神钟 比如说邓爱 比如说群律 还有这个袁绍啊 他们怎么跟顺测进行配合 嗯 顺测主公和他配合的人有很多 很多人都可以跟他形成配合 只是说就是 呃 有的配合多一些 有的配合少一些罢了 其实就包括大家认为的这个诸葛亮吧 跟顺测的配合也是很好的 呃 就是下期给大家做吧 呃 这期呢 视频有点长 呃 如果有耐心的 呃 朋友看到最后的 呃 我也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嗯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